岛屿,太空是人类最大的谜,科学家,天文学家,每天都有新的惊人发现,今天,在这里,我们收集了关于宇宙的九个事实,这些事实你很有可能不知道,关于空间的九个事实,一,要到达宇宙的边缘是不可能的,原因就在于空间是弯曲的,二,在地球上,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,火会向上燃烧, 如果在外太空,那火就会向四面八方扩散,三,每天有十多吨宇宙尘埃落到地球上,四,太阳的质量占整个太阳系质量的99%,五,经过三十年的争论后,剥夺了明王星的行星地位,主要论点就在于它的体积小,它比地球小一百七十倍,六,太阳系中,最热的行星是金星,过去,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,水星是最热的行星 七,关于金星的另一个事实,与其他行星相比,这颗行星也相反的方向旋转 二,在我们的太阳系中,有五颗矮行星,包括明王星,矮行星与普通行星有什么区别吗? 矮行星是以轨道照着太阳的天体,不能景出在近似轨道上的其他小天体,有足够的巨量,以自身的重力克服估其硬力,使其达到流体静力学平衡的形状 普通行星是围绕恒星跃转的天体,不受到轨道周围其他物体的影响,能够景出其轨道附近的其他物体,它们的质量也必须足够大 自身的吸引力必须可自转速度保持平衡,使其成圆球状,九,木星吸收空间碎片 在这颗行星表面上,有一个永恒的风暴,木星对地球的生命很重要 为什么呢?因为木星巨大的引力,吸收了可能飞向地球的空间碎片 接雨,尽管我们对宇宙有了一定的认识,但还有太多太多的奥秘等待着我们去解决 为什么我们要探索与研究宇宙呢? 我想最重要的是,关乎我们人类的生存问题 既然如此,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是必须的 但由于目前存在科学与技术上的局限,我们远还没有达到揭开一切的目标 只能说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